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车行委任的律师他秀出了这个问奖的帽子 上面是沾有鞋印的 结果这个鞋印一比对就是有记龙徽的 那就表示他有踹头啊 那这样的话他行则会更重吗 我觉得基本上我会去倾向是支持去朝和解的方式去进行 因为这样子是对于受害家属是最大的一个保障 但是还是尊重受害家属他们 以及受害人灵性四季他最大的一个意愿 那对于踹头跟踹身体 我觉得最大差别就是在说 当你打人的时候有没有要让人自人于死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他有记才会说是可能就是没有踹头 因为头容易致死嘛 那身体比较不会净多是就是伤害 要不然其他的罪就是伤害罪 那为什么他会去 因为其实他已经承认有打人 那其实很多的阳性计则司机也看到他有那个踹头 然后帽子的鞋印也能够证明说 的确他是也有踹头 那为什么他不愿意承认这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比较纳闷一点 应该就是说是想规避刑事的责任 因为和解的进行也不知道顺不顺利 但是刑事的征讯是持续进行的 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总是会有事实真相 有纪隆辉我想最后也一定要面对这个的问题 那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要出面讲实话 社会大众法律才会对他有一些些的宽容 其实那个什么黑道背景 这个名字很空泛 你到底是认识几个黑道人物就叫黑道背景 还是你本身就是入邦 加入了邦你才有黑道背景 那演艺人员我从以前跑 出事的演艺人员就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平时演艺人员不太会嚣张的 但是认识一个大流氓友他就很嚣张了 走其路来就走路有风啊你知道吗 他以为他就是黑道 搞错了在黑道眼中演艺人员是快肥肉 你知道吗 黑道哪会看得起演艺人员 所以演艺人员不要说你认识两个黑道就好像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 这个案子让人家讨厌你说因为你们当场太嚣张了 那事后又太无知了你知道吗 以为这个事情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反正那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都可以处理的啦 那你说要找人出来瞧 本来和解就是要瞧啊 和解不是要找人出来瞧 找我找汉可卿出来瞧 汉可卿以前就是主人帮的 那我是找找一个 我找一个 我找一个有黑道背景的出来瞧事情吗 不是这样嘛 看你和解条件合不合理嘛 我也不希望这个警车司机说 趁这个机会狮子搭档口啦 其实检方在办这个案子 已经对司机已经很有利了 这种案子晚上开庭还限制出境伤害案件 吴万交报还有人批评说 我们我们还得帮日本人 哪有这个道理 我们在国内犯罪 其实全世界通力啦 严谨都是帮国内人啦 帮国人啊 不会去帮外人的 是不过这个艺人 其实真的要洁身自爱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爆发了这个殴打的事件之后呢 大家都还是扮起柯南 你看继续的去追真相 说到说当时到底谁抢了电话呢 打司机的 现在知道有记龙徽有去打 但是有没有踹头呢 他还是不承认他有踹头哦 那么饭后那这些人呢 看到一个司机已经被打趴在地了 也没人去帮他 那天气又这么冷 在一个黑夜的街头 所以想想看这很多地方呢 真的是说不过去 大家就看不过去了 然后呢就义愤填膺的 就纷纷在网路上面 包括洗版啊 骂翻了 所以这个艺人 其实如果沾到这样的事情 其实真的 这个后果自负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以前 因为酒后肇事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林小培跟洪奇德 他们当时撞死人 撞死人家长一开始也非常的不愿意见他们 他们跪的爬到灵堂去 可是最后这两个事情都和解了 一个八百万一个三百万都和解了 也就是最终他会走向和解 以这么严重的酒后肇事案件都是和解 所以这个玛奇德的事情一定是和解 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演艺圈很残酷 也因为我们的演艺圈很特别 我们的演艺圈的话非常特别 也经过这么大的社会事件 经过这么大的一些状况 会淘汰一批艺人 像林小培跟洪奇德 现在演艺生演艺事业不像以前那样子 对他的默默在那边工作 所以其实给艺人很大一个经验跟教训 就是说你要在演艺圈里面 其实是一个优生哲学淘汰 但是通常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大社会事件 这么大惨痛的教训你被淘汰掉 是大家值得深思一个问题 对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反正和解 那就是看要多少钱 你就开个口 然后就还是用一个非常高傲的姿态 然后去面对这个事情去处理这件事 这样子的话恐怕也是大家不愿意乐见的 因为还是希望看到艺人能够自省 或者是这位日籍的友记龙辉 他能够深切的反省 其实我们会站在多一点 家属的立场 然后去讨公道的原因就是说 不希望说这个案情像被扭曲 所以我最后一点时间 我的意思是说 不能说什么事情用钱砸 然后要被强迫人家接受 说好说案情都扭曲 明明有踹人家头 差点要自然于死的时候 然后你为了减薪自己行责 全部都互掉 那这样如果家属还接受 就会辜负这一波很多网友 很多不认识他们这个家属的人 现在还热心在找真相 我觉得先还其公道 事后如果总和解这一波 大家比较能接受 文蕾律师你看这次媒体 我们处理的这个方式如何 我觉得这次一定是靠媒体 跟网友大家的帮忙 要不然的话 司机可能就拜拜被我了 对